跨业股提前过年 零售板块是不是也要飞了呢 大家好我是Mag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 我们知道在经历了无比困难的12月之后 随着中国第一波病例逐步渡过高峰 那么街上呢 目前人是有越来越多 车水马龙又重新出现在了各大城市中 那么那些坚持到最后的小生意主们呢 也终于等来了客户 再过一周呢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新年了 过去的一年真的是太难了 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在2023年都可以稍微的喘口气 那回到正题 在过去几个月中呢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是终于从10月份的大跌中有些恢复 并且呢 在欧美各国中 目前澳洲的股市呢 也是率先出现了反弹 并且呢 应该说是反弹幅度最大的一个 或者是之一 澳洲大盘从10月底最低的时候 是6400点到最近7300点 短短两个月不到时间呢 几乎上涨了15% 那么在这15%中 又是以传统的铁矿石和煤炭这两块涨幅最大 那么安理说这铁矿石和煤炭 就是又老又脏啊 都是污染严重 而且不再是市场的热点 怎么突然他们又火了呢 迎来了第二春 那么这个话呢 就要从我们去年的一篇文章中开始聊起 我们知道当时啊 国内还没有完全开放疫情的这个严格政策的时候 我就说到金融市场里面还剩下最大的一个潜在利好因素 就是呢 预计中国一旦开放之后 可能会带动了经济发展 虽然在短期会引发巨大的病情增加 但是长期来看一定是能够帮助经济恢复的 而且当时我们都就对于政策变化的判断时间 是2023年春节之后 那没想到呢 整一个12月初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弯 把时间整整提前了三个月 我们老百姓当然是猜不到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做出这么大的改变 那么用我的个人思维来想的话 也许是这样 那么如果我们既然准备了 要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做事 那么肯定是晚不如早 而澳洲的铁矿石包括煤炭股 也正是由于中国中澳关系的缓和 那么中国也开放了疫情的限制封锁政策 在这个背景下开始逐步提前过年 因为毫无疑问的说 我们暂时就算是不论 暂且不说中国是重新开放澳洲煤炭的静观 那么原本很多的煤炭其实也是澳洲产的 只是之前不能直接从澳洲运 需要到中转的第三国转一下才能去中国 那现在这个政策改变之后 就是自然就方便了很多成本也减少了很多 那么之前为什么我说中国如果开放了限制 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呢 就是因为往往在疫情病例高峰之后 伴随而来的就是为了拉动经济 而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那么这些刺激计划有的时候是货币政策 比如放水降息 有的时候是财政政策 比如说给钱给补贴 但是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拉动经济传统三驾马车 外贸 消费 和投资 这三个里面呢 前两个都是因为三年的疫情而受伤很多 需要时间来修复 所以目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有所起色 马上能够帮助到经济的 还是得靠投资这一款 那当然了我也是猜 但是我觉得在疫情第一波之后呢 会有政策出台来帮助经济的恢复 那么这些政策受益者自然就包括了资源的提供商 也就是澳洲的那些企业 而澳洲的股市 尤其是矿业股的大幅反弹呢 其实也是说明市场中很多的投资者 比如说买家以及基金公司 也和我猜的是一样的 我们按照传统呢 是买传闻卖事实 这个规律呢 在真正的政策落地之前 上涨很有可能还会持续 但是如果真的要到政策公布的时候呢 反而倒有可能会出现一波下跌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零售股 同样也是在去年的时候 2022年巴菲特的公司 波克希尔他们的股东大会上呢 有一个小散户问巴菲特 就是当全世界的利息啊 都在逐步上涨之后 疫情后期 你觉得投资者应该关注哪些板块 我去年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说过这个大会 巴菲特在当时并没有迎合潮流 看好例如像特斯拉或者电动车 这些板块 那么相反 他反倒是认为 当利息不断上涨的时候呢 传统的消费零售板块 尤其是和民生息息相关的商品 是最值得关注的 那如果联系到我们澳洲的股市里面 哪些公司是能够提供民生服务的 要看你每天需要的是什么 衣服不是每天需要的 家电和数码产品也不是每天需要的 食品是不是 是 建筑五金呢 你要造房子修房子就一定是 汽车是 厨房和家用品也是 所以按照上面的简单排序 我们就知道呢 像那些食品供应商 五金家电 超市 汽车生产商和生活零售那些企业呢 都是巴菲特口中我们生活离不开的公司 我简单看了一下他们的股价 虽然没有出现像矿业股一样 30%这样两个月的暴涨 但是和过去一年那些热门最热门的 特斯拉呀 蔚来啊 这些电动车板块相比的话呢 他们是基本上保持了很好的韧性 也就是说 跌的很小 上涨呢 也不大 当然了 这要和跌的多的 我们比如说跟标普500相比的话呢 这些板块韧性还是很强的 也有可能朋友们会问 那你这David Jones和Maya 澳洲的也是最大两个商场 也是属于零售啊 那为啥他们的业绩就是往小而过年 这一年不如一年呢 的确他们是商场是零售 但是这些商场里所卖的大部分东西 跟我们刚才说的生活必需品 是截然相反的 绝大部分 是为了 更漂亮 更帅 更时尚而买的 或者呢 更年轻 它不是生活必需品 而同样对比呢 拥有例如像汽车修理 户外品牌为主的 像是Super Retail Group 他们在本周刚刚发布的业绩显示呢 在2023年上半年呢 这个公司已经实现了创纪录的销售额 这个同比数据比2022年已经增长20%以上数据 再涨了15%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 另一个做婴儿用品的 比如说像澳洲的Baby Bunting 也是一家上市公司 这个公司呢 也是公布了创纪录的59%的增长 所以说我来总结一些关键词 你当前生活中的必需品 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那些板块 那么其中像 婴儿用品啊 汽车零部件啊 户外运动品啊 都是当下的热门 就像我这个绝对的业余 业余人士 在过去的一年里呢 都跟随潮流去野营 房车至少三次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野营和户外用品 现在有多火 当然了各位要说了 你这属于马后炮 都是涨了之后你才说 那么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个马前炮 就是澳洲的旅游和航空板块 我们知道呢 一旦我们现在这个 中国的疫情高峰过去之后呢 海外游客多少都会开始增加 就算是增加的速度慢 人数少 但是由于总量大 所以飞到澳洲的 还是相当的多 这些游客一旦开始增加 那么对于澳洲那些旅游 和交通运输 比如是航空啊 地勤啊 负责这些的那些公司 和上市企业来说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 当然了 和与之相关的一些传统零售业 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 潜在的 是不是要买一些 在澳洲之后要消费 消费的时候可大可小 大了说就是买房 小了说那就是离品 绵羊油和这个奶粉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关注 中国的游客数量是否开始增加 一旦开始增加 那么旅游航空板块 那一定就是一个第一获利者 那最后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多请我吃饭 吃的饭呢 一定要是低碳少油 也要多请我喝茶喝咖啡 这样呢 才能掌握第一时间的投资信息 好了 开个玩笑 祝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